字幕作词 李宗盛 希望三個小時內 我們從第一天開始接到這個訪問 其實我覺得好玩 哇 還可以去遮蓋所有紋身 我覺得是想到的 我二十多年沒見過自己這麼清潔 我想我大概有70%是紋身的身體 很多拆頭問我 你紋那麼多身有沒有後悔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後悔 但我現在很難後悔 你說如果我接門一個就可以遮蓋遮蓋 但現在我想多一個 Zombie Ball那段影片我也有看過很多次 其實我們都很inspired 其實是很反映到人的耳貌取人的概念 我想說我昨晚自己看他的照片 看他以前沒有紋身的時候 很純粹 很單純 其實現在他跟紋身差不多 都是這樣 但這個很舒服 我先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這裏 躺着躺着一下 躺着躺着躺着躺—躺着躺着 如果現在這隻是紋身槍的話 我扮回那個反應就是 我選擇紋身後 它會被保護我來時是可行的 痛楚是痛到你會記住 你問我一個紋身時 我馬上能便記醒 我那段时间是一个什么人 这个就是我29岁闻的 闻了个炸弹 去打破这个29 这个就是代表我2001 那时候 我闻到手这个位置 就是去提醒自己 在音乐上或者在我做这一件事 要用心去做 因为我不会再有可能 可以回头去打工 我觉得 这个左手 我觉得 我们回到19 1997年 第一个闻生是1998 还是1999年 那时候我在做酒店 即是那些 例如你进去check in 我第一个闻生 帮我选择我走一条什么路 究竟我是想安分手机 去做一份酒店工 还是选择一条 很老土地 下雨路 即是选择去玩音乐 选择去玩音乐 选择一条 我觉得 subculture的路 好可笑 你再说一下 我这些闻生 你人都算人 就是算人 收拾你 好像在看另一个人的胸口 是不是很紧张 你想想 我这个动作每天做几次的 去厕所的时候 去厕所的时候 人之间就没有了 遮住了纹身的时候 暗春一点 想起我还未 在纹身之前 的lifestyle是怎样 就是上班下班 然后 对 上班下班 有时我们的生命 是生出来 就是要这样的 因为我小时候 在雪梨堂街 已经是自己买的香偶膠 送印水 我们贴到周 整身都是 你已经是 没有纹身的KB 我会想像是龟 我会想 可不可以快点见他 哇 你这么多青筋 哇 你上来干什么 你现在好像是假人 是不是 好奇怪 好有趣 好像刚刚认识你那时候 对 就算他没有纹身 在我的眼中 他也是 他来的 但是有纹身的 他当然 是他身体的名称 坦白说 譬如Pam刚才上来 好像我们 go back in time 但是 大家 依然都是一个信念 我们不是看人外表 去跟那个人 去交心 或者什么 正不正 搞什么 你好 你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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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 发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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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好厉害 这是小肥 哈哈 哈哈 你觉得我立即单纯了 纯品了 我觉得现在的风气是迫着人 要开放 现在我觉得人类是 只不过是 做戏 做戏 很聪明了 可能他们不会说 喂 有纹身的坏人 但现在他们只不过 有一些事情 可能需要请一个纹身的人去做 或者一个没有纹身 他们怎么都会 转达到没有纹身的人 会这样去笑得我们 或者这样说到我们的人 其实这个人 他就是正正可能是 很 narrow minded 我不会浪费那个精神去教育 因为我们会 我们会用行奉上 是啊 纹身不单止介绍我的人生 其实对很多有纹身的人 也是 纹身对于我来说就是 两个字 形 棍 故事 艺术 这个风格 对于我来说 那些痛是可以 我可以顶眼上的 它是记载了 就是类似你一生里面 你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整身纹身就是一个艺术 如果有一天我没有纹身的话 我第一件事会做的就是 我会去纹身 都是纹 我会立即预计纹身 才再去纹身 立即闻一些不同的图案 继续去到现在 如果有人笑我有纹身 我会跟他说 你看到的我 未必是真正的我 我认你太多 所以你不值得我跟你说话 不是那么多家理会 都是继续这样的 你笑在我因为我不同 但我笑在你 因为你都同样